D.T.T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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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 D DT DT D.T D.T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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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打到對方的時候 我在心裡想 台灣的同胞在哪裡 超安靜 在吃拉麵 到這裡了 我還是要前進一下 我不是沒有用的 雖然是我們快被淘汰了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你第一天在打的時候 我沒有幫你加油 你說 你跟大家說 蛤 你在打的時候 我沒有幫你加油 你說 加油你們用還是輸啦 沒有 我跟他講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比賽是10點嘛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都離會場很遠 所以我們要趕過去 然後我算是最早到的 他還脈沒帶是不是 你是笨蛋是不是 好啦 那個 那就是我算是最早到的嘛 然後 我算是最早到的 然後我到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的會場是在那個 會場裡面 然後他有分1到8跟9到11 那其實都不是嘛 因為最後是在那個國際會議中心 然後我就先到9到11 然後我到那邊的時候我就覺得 人那麼多不可能進得去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 點錯了 因為那時候 我老婆跟我說在9到11 我想說不可能 那不可能進得去 然後我想說 好吧幫我們回去好了 那LINE群組有人跟我說 在國際會議廳 我往回走 看到了四個傻子 走過來 統神 你怎麼還不趕快進去 已經要到了 我說不在這裡啦 沒有啊 就在這裡啊 我說好你們要去你們自己去 前面都在這裡 沒有 他那個是那個啦 他有兩個弟子 一個是 預賽的時候在國際會議廳 拿決賽的時候在那裡 不用門票 反正他就是不快的啊 然後決賽其實就是 你說的9到10那邊 但是 他那個網頁 其實他 我後來再去檢查一下那個資訊 他有寫 可是 沒有寫得很清楚 沒有很清楚 我們報名是用那個SmartGG 他通常那網頁就會寫一個 是會場地址 然後他會給一個Google 的小地圖 然後Google小地圖 你不是可以點什麼 顯示完整地址嗎 對啊 他那個小地圖只有放決賽那天的地圖 喔 不過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群組裡面 群組裡面有人已經到了 我在群組 趕快過去 就在那邊 所以我們只有10點5分到 差一點就不能比 因為 他們大概都10點10分左右開始 他10點都開始嘛 很準時 很準時 你沒有到的話 他會等你是大概幾分鐘 沒有啦 他們會等我15分鐘 喔對 你的話會等15分鐘 OK 反正就是我拯救了其他人 所以我沒關係 我沒有出過沒關係 我拯救了他們 不過呢既然兩位難得來 我們就是有安排一個 我們台子都set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比較希望的對戰組合 原本是想說 可以讓這魔王跟我們統神來個 不要啦 不要啦 那個角色你忘RB 有辦法打嗎 絕對可以 Burdy可以 你知道Succo就是第一場輸誰嗎 就是Burdy 輸給一個澳洲的Burdy 輸給一個瑪利歐 他的鬍子跟瑪利歐一樣 你說那個戴墨鏡那個 那個在澳洲被我打跟白癡一樣 沒有Succo第一場就被瑪利歐打下去 瑪利歐打死了 快打5沒有不可能 往上RVOD 是不是一場五個指令頭啊 不知道沒有上台 是不是一場五個指令頭啊 不然怎麼贏啊 因為那個指令頭一沒到 他點一下爆V 你就開始往後往後 看那個球一直轟過來 看球一直轟過來 不過我們這邊另外安排啦 就是這個比較難得 大家應該比較少看到 RV跟這個魔王兩個對打 所以我們今天 搶三把來吧 我們是出國 他70分錢我們才打過 你們才練習 OKOK 不過我相信觀眾也沒有看過 沒有啦 那個時候真魔王其實 因為八強我就說 現場只有我們兩個嘛 他就說 快打就這樣 我隨便玩一玩就進八強 不是啦 魔王跟我說 你要是讓真魔王進到我 不是啦 你們等一下 開節目第二拍到現在 大概五分鐘了 他一句話都沒講 你等他講一句話吧 我已經跟我講話 你們兩個拼勵把他講的那 決賽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快打就這樣嘛 我隨便打一打就八強了 他就跟我講的 我信 真的是啊 我朋友不講謊話的啊 你算了 我朋友不說謊的啊 我無辜人不會說謊的 好那我們請那個魔王阿B就位 謝謝 那 跟剛話講一講 就還是沒講話 搞不定 有機會 有機會 我們節目到十點 我們節目到十點 然後畫白就滿少了 你應該先問那個魔王打棒獎 怎麼打得那麼陡啊 回來可以問他 對啊我們打超陡 他連段一直失誤 最後一場 一直失誤 張家我跟妳講一個真的 如果妳知道妳這一場贏了會冠軍 或者是會進八強 他媽的 你不要多失誤 如果是你 你搖桿搞不好掉立場了好不好 你平常尻尻尻那種方法 沒有沒有沒有 他一定會尻尻的比較準 他失誤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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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是用Saka拿一場 他是用Saka的贏的啦 是嗎 他勝負跟真將陣遇到的時候是用卡0飛2比0 而且很慘 然後敗部他先上Saka拿一場 然後輸了才換NASH 他沒角色打 三隻角色沒一隻能打的 怎麼跟沒拿得打 喔好 換你了換你們 好啦有力人打 這對決我也不知道 這對決 我覺得RP很會打 對我聽RP講說這對決他可以打 我覺得RP真的很會打 哇會打很緊張啊 P到Crash Counter竟然沒有錢錢啊 因為好像主要是因為那個 測試魔王 對中間可以丟氣功 然後可以丟極氣的再過去 其實只要 我覺得只要他能夠打的原因是 優人的錢錢太強了你知道嗎 沒有啦他也能 主要他一個極氣氣功比較好用 喔這個三下好通 他本手伺服器在沒在那邊弄暗了 然後缺乏的時候有的話 球在後面很麻煩了 想想 暈啦 死了啦 啊怎麼不變黑 你沒差啦 不會死啊 我怎麼把他打會死 要拆一拭了 要拆一拭了 球拉回來 來了 寶B 摔死你 就是這樣 拆了一顆 互三進 丟球 球不會 球跟鏡子 為什麼不會彈走 他那個是下面的會剛好從下面穿過去 上面有會嗎 本來有碰到鏡子就會彈回去 會嗎 會會會 蛤 他們這球就氣功怎麼會不會你血要勝我 這球氣功啊 可以穿我都用一插磚都可以穿了 你是勒 那我弩腳從來沒有穿過去半次 因為你可能 你按的時候 他球可能來慢一點 你要他到你身邊的時候你才穿啊 欸 牛角那個阿瑪判定應該只有一開始了 沒有 他算氣功啊他在穿的時候穿 他那是氣功啊 奇怪 從來沒穿過去一次 你回家自己試阿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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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用心幫魔王上了一個 他八強被取的綽號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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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八強這個 是誰取的 是人 喔喔喔喔喔 不然 那時候他八強有做一個 介紹影片 然後就每個人都有一個兩個字的名 名稱 稱號啦 你是爆風吧 對 那個影片其實做得不錯 很棒 跟同幫打應該是同一個影片 碰 哇 你傷害太多了 鏡子要來啦 兩邊都是設置型道具很強的喔 哇 騙到解摔了 阿比很壞阿 因為其實Yulian的第二面鏡子是 沒那麼強 因為一般爆是負 但是唯一就是那個 1X氣功 在放第二面 或集氣重拳放第二面 是正的 是先懂的 對對對 他剛剛就是要哈妹 喔不小心調到 三個燈了 他以為在打鐵拳是不是啊 沒關係 那應該是調搖桿的時候按到 鐵拳打太多啦 好啦就1比0吧 1比0 喔不算不算啦 不算啦 那個 同一個時間其實 你怎麼換髮型欸 陳學一 因為那個阿 這樣好多喔 他之前那個頭有夠醜了 沒有你有看過花油記嗎 因為我老婆最近很沉迷花油記 花油記 花油記是什麼東西 你說韓劇還是 感覺就是韓劇 是韓劇嗎 感覺就是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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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不過確實韓國男生很喜歡 留那個蓋頭瀏海的頭 重點是這邊一間的啊 悟空啊 也是要看臉流的 所以燕 你是不是覺得 基隆東是不是 那他們是誰流都 不是 本來想要回話 我想像你 我本來想要回話 想像你大軍好多 你不要講話好了 大軍好多 你不要講話好了 我都叫我老婆三丈欸 拜託 嗯嗯 為什麼是三丈 沒有花油記啦 這悟空嗎 男豬腳雙空 花美男的是遊戲的感覺嗎 OK 沒人的空賽也是 煩到不行 任何角度都可以切 差的好的話啦 應該他弱中強三個角度 直接撞欸 兇欸 呃 因為人普通撞 抓好距離撞也不能缺乏 距離有抓好的話 喔對 他好像有一個E卡撞撞 可以接近那個 美乃特 對對對 可以直接衝過去 那個不是接近美乃特 那接近所有人 好不好 沒有 因為美乃特比較難接近啊 數點 阿燕 沒完沒差準 阿 Rey CA 可惜 有一些想到 我也覺得是CA 我覺得他要放CA CA啊可惜啊 觀眾說那個是恐龍展 你看那個 就像淺田那麼誇張 都沒辦法反應 那你等一下看剛剛那個一個 以前淺田超誇張的 剛剛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那個 有一些日本的 那個誰 那是NEMO啦 NEMO剛剛66一直被塔吉古打 那是他有在等 沒有啦不過 大家如果說強也算 因為 確實Ulien的那個是 沒辦法用看的反應 你用看的反應一定是被他打 不可能用看的啦 你要等啦 那個不等這個沒辦法啦 等看他來就要按了 可能鏡子要來了喔 他每次都是壯 壯配暴鏡 等一下 唉唷這個熊 來了 來了 A波撐得住嗎 哇被電到被電到被電到 正了 哇連斷 哇連斷 任身 又是一差零碗喔 剛才RP會很果斷的用 最主要原因是 他球不在身邊 他球不在身邊的話 他只能隨便按一個拳腳 那個球過去 那個撞可能危險 所以球在身邊的話是有什麼差別 那個球過去那個撞可能會被打啊 每一球手轉 每一球的時候 每一個拳腳就是 完全就不能用嘛 衝過去就對了 因為你不能跟他打插盒 因為你不能跟他打插盒 你只要沒球的時候 趕快拉回來怕怕 對 不過現在有VS喔 那你出了兩套魔衣幽靈的skin都蠻好的 都蠻好看的 因為是貓女的 不是真的超 直接按Counter 這總是變那個 Yulian變那個變超黑的 黑的什麼 沒有他那個skin特別黑 紅色skin 喔 哇還是按解了 拿回來 兩顆過去 抓起來 喔沒有 真的是氣功欸 他那個頭髮怎麼直接穿過去啦 開一下 開一下 哇 這不斷 哇又有一次 其實我也是覺得 最主要是被那個EX撞 然後抱進你太 沒什麼辦法 對啊 他那個這個完全 完全你沒辦法反制啊 喔這個等到了 好癢喔 欸他其實差不多癢欸 一套 沒有主要是 魔王咖落地直接按青角 癢癢癢 喔 這一次有反應喔 點掉了 阿B這邊音蒜子要回一下 哇 打滿那個最麻煩的就是 你的音蒜子根本回不來 他一直按喔 但還好他 按一按吃早有機會離開的 他不是那種可以狂貼身的角色 好喔 還有抓機會用到VS喔 有撞到喔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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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反跑 還是在打還是在打 喔 下斷 他VS是有被缺反的 也很容易被缺反的 我記得 那的VS不滿的 歡樂 是喔 沒有 死了死了 不要吃就好了 就死了 喔 不想花那個氣 下地獄吧 神經病啊 你比賽還會不花嗎 下地獄吧你 OK 穩住 尤其梅牌克的氣其實可以不用你知道嗎 也沒差 有差 打魚鏈我覺得有差 喔打魚鏈 他如果跪膝蓋來的時候你要不要氣 對對對 這有差 跪膝蓋來 可以控抓 可以控抓 喔直接抓喔 他可以直接控抓啦 喔那反應這樣很快 我一定要 因為梅牌克就窮到我就在等的角色 他只有靠V的時候在攻擊啊 哇缺吧 缺吧 缺吧 應該會打一個reset 當然看怎麼做 他有100個做reset 啊失誤了 剛才應該是要控殺 對啊要控殺 沒啦 進攻攻擊沒啦 又要過啦 有有有 看氣有沒有用 好可能要撐一下 V的那個V trick 撐得過應該這個燈是魔王的 喔靠 VS反彈 還速點 好感 好感 沒有那個 頭撞了 RB要撞了 RB要撞了 我阿嬤都知道RB要撞了 彈回去 RB在急性想要偷撞 RB想要偷撞 RB想要偷撞 SKE正的解了 又是蓄力一次喔 喔好可惜喔 1.2 魔王應該是清楚那時候 不點RB應該下中角要來了 那下中角發生是8嘛 應該來得及 對沒錯 RB如果要等一下不要按 應該應該可以撞過去喔 好 往這邊1.2 按回程 喔在跳路 Dash 進攻 魔王又有守住 哇 結果被捲到啦 哇 真的好危險喔 我覺得Uran那個 壓體身那個招也真的超誇張的 只有角落可以喔 我覺得沒差 你沒辦法跳欸 你跳他也幫你弄下來欸 你擋住正義欸 所以只有角落可以啊 就很 真的很強 不好意思 然後用9喔 製造出傷害欸 你玩Burdy你的下中拳對空 我都沒有說你搶欸 我覺得你那個 我覺得你那個 夏中拳那個對空頂後面的才是有問題 好不好 哪有 你看你啊 我很多手頂不到好不好 頂得到全部都黏得到 全部都黏得到 我上次不是在跟你撤嗎 你在角落 我直接跳背 角落被你頂下來 我用後翻你的視野 來了 下段 擋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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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來 這我已經能當幾次 哈哈哈哈 哇 Round 2 比賽點 哇 完了沒黑到 哇 對DS沒有 真的喔 完了 DS DS結尾是用褲的 當然RB剛剛距離沒算好 中攻擊是可以卻的 中攻擊是可以卻的 他回來 前跳了 沒有他想跑而已 要是講一下角落 停完怎麼辦 低空差 很極限 當你以為他要彈氣功的時候 他就跟你低空差 不愧就是KOF的 雅典娜王 好 經典版彈暴力 完了 想亂動 蓋亞兵應該想後跳 但跳 跳不起來 被按到了 壓到屑屑 喔 reset了 有夠劍的這個 那個島 為什麼貼在人家身邊啊 來 這個前跳都前後跳 哇 你其實當雅典娜在玩啊 雅典娜兩顆 他哪六顆啊 雅典娜 雅典娜 我的 大阿兵沒什麼跳不成 不是啊 那Ulien跳那麼高 不能跳Mainless 跳太高了 買一個 玩Ulien會跳 如果你玩Ulien要跳Mainless 不如對 不如用膝蓋還比較 對啊 比較快 下來正的 不是 欺負他沒三幅 他可能正幅0而已 我猜 那個差的位置我猜正幅0而已 魔王有點失誤 不然剛剛應該收走了 嗯 因為他CA是滿的喔 但這個血量應該是聽不回來 你要幹嘛了嗎 除非魔王在角落吃兵 不然應該是聽不回來 好 好 好 有機會 摺一次就死了 摺一次 摺一次一定要摺一次 我都知道應該要摺 雷賽了 他一定要摺一次 欸 虛米 好 他一定要摺一次 好 這個友誼賽算是由 RB3比1拿下 不錯不錯 好 剛剛兩位打得精彩齁 那我們這個 來問一下魔王好 這一次去日本白金賽 因為這個 我們剛剛其實前面有稍微聊到就是 接下來應該今年年度KO比賽比較少的情況下 是不是要把重心放在快打這邊 所以才想要去打TGS 對啊 就是 目前KOF比較少 所以 可能 就是快打就變得比較常玩 現在可能少玩KOF 比較少 對啊 現在比較少玩 是不是因為獎金的關係 所以不想玩KOF 啊 是根本沒比賽吧 他也沒 連比賽 連獎金都沒得拿 其實他 他有說 10月 10月多可能會有比賽 然後11月 日本有 然後 可能 前幾 前幾個禮拜會練一下而已吧 但是 快打可能目前就主要 還是會多玩快打吧 我翻譯一下 他意思是說KOF 反正比賽到的時候再說 很容易不需要練習 也可以輕輕鬆鬆拿到一個 他的主要意思是 KOF跟他現在剛好也沒比賽 那我就打一下快打 反正我就無聊去日本旅遊 這邊參加一下 對啊 隨便打打看 就把他搶嘛 有打有棄 我覺得不太對阿 如果是無聊的話 經紀人怎麼會跟著 因為我們剛好有看到 就是這個 在FB也好 在直播也好 其實都看到你旁邊 有跟著一位經紀人 所以要不要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你 比賽前面掛了 ROI這個部分 喔 那個是我朋友的 開的公司 所以 對 OK 然後他也會幫我 然後我就掛他的名這樣 OK 所以是不是 就是不光是資金上 連經紀人都會跟著嗎 往後的比賽 沒有吧 他應該 本來是 要去看一些展什麼的 喔 OK 所以還是要看目的性就對了 OK 所以 不過在這個 這個 今年大家也知道 魔王就是 開了這個 那個 電動間嘛 對對對 那個 那 現在開下來 這個狀況如何 就是 那個在中立嘛 對不對 應該 因為以前 我知道中立的那邊 就是以前大家都圍在那個 是大江嗎 大勇 喔大勇 我想說大江那邊超偏僻的 所以就是 把原本那邊的玩家再聚集起來 對不對 應該為什麼會想要開啦 當時為什麼會想要開 以為是朋友想要 合資吧 試試看 對 主要是他們 覺得 剛好有一些人 都玩那個 結晶 因為現在結晶太少了 對 然後也一些人都玩不到啊 然後那邊的 中立 目前環境不是很好 對 因為其實你開的時候 我講真的 看到你要開我真的蠻佩服 因為 講實在的 不管誰 我覺得開那個之後真的要靠那個 賺錢為生真的很困難 那幾乎都是以興趣為生 打平差不多啦 我覺得頂多打平 對頂多打平 因為 他講那個也是真的 因為以前我們打KOF的時候 真的很懷念 就是 你們可能中立就會有一個聚集點 台北會有一個聚集點 基隆也有 台中也有 就會分幫派嘛 對 有時候也會可能 中部的人 北部的人 台北的人下去中立 找他們 就是找中部的人去挑 講好聽的 對啊 三重挑 對 去天台挑 就很像那個 頭文之地有沒有 去別的地方就是 踩人家地盤 那種歷史 可是現在已經不太可能 有這種情況了 比較少了 現在 對啊 現在很少 你可能就是中立那邊 到弄弄之後 你去撞那個 西門町那個 萬年 萬年嗎 不是說ET啊 ET的 他們前陣子有辦那個啊 交流賽嗎 我記得 對啊 還有什麼 現在有鐵拳跟 KOF的有打過 OK 所以快打還沒有 快打沒有 快打他們 這麼晚贏定拿 ET又不會 欸 你只會指定頭 沒有我們沒有 就是 客人的 對 就是我們沒有參加 電掌沒下去 你電掌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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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個遊戲的客群快打算多嗎 還是快打還是比較少 快打還是比較少 從最多的電掌 沒有現在都玩了十四 就是直接跳十四 對啊 那邊還是有人在玩十四 因為02UN就變成 比較 當然是推廣十四 然後02UN他們就變得比較少玩 他們不會覺得適應不了 會覺得時勢 不會啊 因為大家都一起重新起步 大家就覺得其實還蠻好笑的 就是大家起跑點都一樣 要在一起踩 所以蠻難得的 因為一般來說 在台灣我認識的一些很多打KF的人 還是會習慣停留在打0-2之類的 現在還是 假如是台中那些都是0-2 UN 都是0-2 UN 我當時去台中也是 他帶我去 哇神經病 都是0-2 UN 那一堆人上次說 要不要找我無信 想說我多久沒打0-2 電我你也好 那一堆人是找他跟我打 好啊 我很久沒玩了 一直到去 他給我選什麼 那個 我永遠忘不了 他給我選K-9 然後 他給我選三個最強 打沒腳 他沒腳 你又怨到K-9啦 無名啦 無名 無名 要不要選無名 他要抓字 他要一直選 我忘記了 反正我對那五名我就受不了了 不過這一次 所以去日本參賽的時候 有放一個目標在那邊嘛 就是這一次參賽至少要打進幾槍 其實之前覺得有6-4就不錯了 對 畢竟是難度這麼高的比賽 然後沒有想到那個居然可以打到前8 你覺得最關鍵是哪一場比賽 當然先扣除掉後面那個要進8槍 最關鍵 就是出破的時候 應該Fujimura的場 因為其實他 一路打到後面之前 Fujimura的場很近 其他都還好 對 因為Fujimura在TGS結束之前 他是排名第一的CPT積分玩家 所以這個算是 非常厲害的一位玩家 不過他這一次先 最後是輸給這個九寶 沒有啦 輸起七八木啦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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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也可以看得出來這一次比賽的強度真的是很不簡單啦 所以 當然我們來問一下就是 因為最後我們看到你上鏡頭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個跟魔王要 跟那個石油王這邊要來打這個 台灣內戰 對對對 是32還是16強 16打8強了 16打8 9進8啦 誰打誰就進8啦 誰贏就直接進8強了 對 就8強那一場 就16進8那一場嘛 對不對 所以 那個時候打到周星你在想什麼 就覺得 角色很不會打 喔是角色 沒有啦 因為之前有 有跟石油王 練習過 有練過一次 然後就是被屌虐 對 可是之後你再打線上遇到Rashito 也都是屬於比較難打的情況 沒什麼Rashito在線上好不好 拿來Rashito給他打啦 很少欸 根本就沒有 我剛才比較少了嘛 我遇到 很少遇到真的很少遇到 真的 就少而已 就是豪鬼 龍肯 那些 Came me 對 Came me 對 真的耶 像現在Rank好像Rashito真的蠻少的 反而龍肯那邊 那些還很多 就 現在還在玩龍嗎 道服器啊 很多啊龍肯真的很多 很多啊 這個我一定要解釋一下龍肯還是很多 因為對很多玩快打來講還是 定義還在那裡 他可能 啊我怎麼都遇不到 你的分數可能 遇到一個吃一個分你知道嗎 就按了一個集氣選 然後就氣功過來 你東京電玩展輸什麼 輸什麼角色 欸對啊 蘇坎 我先拿一個燈 想什麼啦你輸他一碗 這遊戲是結果論的 你講那批話我打不清吧 我也他媽差點贏 他17萬分 他17萬分 所以 最後我們就是看到 石油王先是進 勝負八場 對不對 然後 你到敗部之後就是要面對這個 蹦槍 對不對 那 對於他使用的三隻角色 你平心而論你覺得打哪一隻比較有信心 卡林吧 因為跟YOLO打很多次 我跟 之前有跟他常練他 YOLO的 對策比較好 完善一點 對所以 然後我跟YOLO也打很多次啊 YOLO比較會打習慣啦 打人 打玩家對策 打玩家對策 所以他變成說跟YOLO打你可以強迫自己修正一些就是這個打角色對策跟習慣 對啊 我 多打 我覺得還是差很多 雖然我也知道NASH不好打可是你應該也沒有打過強的NASH吧 沒有我那個時候 我跟他勝負打完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場就先不要想了 先想敗部那場 我說敗部贏還是八強 然後我跟他說因為 勝負的時候他贏蹦槍2比0 蹦槍是開卡林嘛 我說 如果他在卡林 那就這樣就知道他還在打 然後如果他開NASH 你就記得 反正他就是NASH就對了 NASH就是NASH你要怎麼樣啦 他那隻那麼強怕NASH幹嘛啦 好所以 是也是啦 NASH就是NASH 對NASH 那這樣我好難過喔 曾經愛用腳 不會啊我還是覺得很帥啊 不過因為他敗部跟蹦槍打是 蹦槍其實是先開SAKA嘛 SAKA的時候打一個看不懂1比0 後來你有拉回來1比1後 蹦槍開出了NASH 我記得也是打到尾登很狠 對也是尾登 尾登那場連放兩個槍啊 就接到都死了 第一個都死我 第一個是CA法 CA沒傳出來 對 然後你球丟了出去然後看你R了一下 因為要CA他就死了 結果沒撞到 那邊是一個CA就帶走 對 所以不過最後還好是贏了 最後還好是贏了 所以 那再來就是要問這個 石油王 那這樣子看起來石油王相對這個賽程 你遇到的第一個難關你覺得是哪裡 第一個難關 我不知道我 我第一個Pool就有一個Abigail 一個GreymaserAbigail還有一個8萬的古代 Abigail差點死我差點死好不好 真的喔 打一比一這樣子 先一比零 我拿一個燈 第二個燈也是很順 打他打他沒起來 它 然後我就死了 然後這場就輸掉了 然後最後一場是 就是有穩住 有穩住 打打那個古代是 打一個燈我覺得 他媽的他很緊張 是他很緊張 打一個燈就知道他很緊張 我做好QA 只可是 所以這個一路這樣打到 初步先打那個POWWEAR POWWEAR 那個KAMI 然後再打NOV 然後再打卡琴谷 然後就打魔王 NOV還是用春麗跟你打 對 春春麗 媽的也是差點掛 也是強尾燈 他春麗也是很猛的那種 差點掛 最強春麗啊 那我比較想知道就是 因為遇到Gachikun 你之前的勝率並不是很高 那這一次是做了什麼調整 去年都輸 然後今年西安有贏一次 雖然西安那個時候我也覺得 我們兩個也不知道在打什麼 結果忽然就贏了 然後 你沒想太多 然後這次也是溫溫打 其實沒有做什麼改變啦 應該是 我現在打 沒有上直播吧那場 沒有上 對啊 有人拍嗎也沒有 我有看到 其實內容很接近 你有看 怎麼會有人拍誰拍 日本人拍 對日本人拍 對日本人拍 忘了是沙頭還是海塔尼 海塔尼在後面 因為 因為我跟他也是打到尾燈 對很接近 然後因為我以前跟他打 我知道他對空很好 所以我其實前面跟他打都沒有跳 然後最後那時候 兩個血都快沒跳 媽的 這個時候應該要跳一下 要拚一下 因為我跟你講你如果跳 那個人是 不太會對空的 你如果跳過去他就擋 我想卡琴虎對空真的太好了 就算他忽然沒反應 他看到你跳的時候 就是他可能會慢了一拍 但他那下中拳他一定會按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我會說什麼 你知道他那個按 只要按慢就是我批他 所以你要堵他按慢這樣子 對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跳 我想說差不多了 他真的是很堵 然後跟他打 其實蠻接近的 然後你說有什麼改變應該是 應該是我覺得我今天打法 可能比去年完整一點 對去年 去年一直想要媽的 一直想要進去 根本進不去好不好 阿B知道阿跟他打 你一直硬想要進去 根本進不去好不好 嗯 他跟他打要打 因為Gachikun他在防守 防守很厲害 真的是很不錯 防守太厲害了 那個餒 哪一個 說哪一次不要講 好那個在我們聊八強之前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官方的他發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阿已經有了 有嗎阿修有閃光啊 欸一定有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為什麼 挖手啦 那天我都知道他阿修流 你怎麼會用啊 我忘記了不要講廢話啦 看這不是 來了來了來了 爆屁了握手 爆屁 一手 每次這個一定要上一次 這次也有進八強 然後這個是 第五隊上Nemo 最攻擊 這個Nakuru哥我講過 他說他從來沒有輸過Yulian 但是他只從來沒有輸過Nemo 然後Nemo是他最怕的Yulian 刃頭看得出 就是打得很幫手幫腳喔 在壓著打 什麼這算什麼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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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牽愛動 小孩打不懂 B版 1179 超纏 Ca自版 這個Ca自版 他不只用一次 確保一些平常可能 負三負二的東西 這邊又是 夫頭不管怎麼爆 6米 都被森榮寫 這個超酸的 拗死他 拗死他 爽啦 沒有 他自己用抓 按慢的 用按的就打得到了 他的斧子都叫不出來 他已經暴力了 他用暴力了 沒有很久都掉下來 打他了 他快已經放棄了 你去看 他抱前前那是放棄了 夫頭真的放棄了 他想要趕快跟著大河過去 大河掩護跟過去趕快看出動一波 這個盾超帥 真的蠻帥的 他第一天預賽的時候就有擺在現場 什麼啊 哇 現在這是二嗎 哇 石油王你在一啊 我完啦 哈哈哈哈 我人生 人生 還想 還想轉死人啊 哇 欸 你上Top1的 你平常都還沒上Top1的 哈哈哈 每次都是被打的 你上Top1的 我現在覺得Top1不行 從以前小巷開始 他就放台灣被打的上Top5 從以前都這樣 很多很多 他從小巷時代開始就這樣 我覺得Top1真的不行 不會啊 我上的都是贏的 我丟 啊對 阿咪上都是贏的 你們上都是輸的啊 不是啊 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你這邊打得很好 你怎麼會有那個智障招 我越想越來越智障 Critical R 他快收到鞋了 忍不住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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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變輸了 贏了變輸了 這麼智障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 假如往後或往前 會打如果他會長度嗎 往後的距離很短 那往前呢 他會來不及打掉 他其實那個攻擊時間已經過了 因為阿修有閃空 那我問你喔 如果他一個人身距離 在面前直接放CA 然後先不要往前 他入阿修有閃空 你一定會中 你一定有辦法中他吧 不用想這個 我跟你講 我那個時候其實前前轉 真的沒差 但是我 我就忘記阿修有閃空 我跟你講 我有CA 他沒寫 你覺得我前天他擋住他敢點嗎 不點啊 你摔掉就好了 我不要摔掉 我直接中拳氣功CA就好了 喔對阿 為什麼不這樣子 事後論 事後論 就忘記啊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 就忘記啊 要我講什麼 我要走了 不要講了不要講了 不要講了不要講了 Time 1欸 Time 1欸 快打電乃哥 Time 1了 這乃哥 好啦 不過還是很值得開心 因為第二天可以 超級不開心 你知道我第五名拿日幣15萬 第四名有50萬 喔也是說金錢上 冠軍先不要講 冠軍五百萬不要講 第四名15萬 第五名15萬 第四名50萬 喔有差 差蠻多的 差35萬欸 日幣吧 不然欸 台幣50萬 就那個CA值35萬 但是你好貴喔 越想越生氣 沒有就講真的 TOKEDO其實他是 他進發行是敗部嘛 其他敗部一路都是撵 撵壓撵到Grand Final 只有我跟他打到3比2尾燈 其他好像全部都是3比1 我覺得你們那個才屌了 你已經拗他拗他都動不屌 他也是要不壓你 我想說 到底是他心臟大哥還是你心臟大哥 對啊這一次沒有啦 沒有啦 我都快看不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打的時候 好像看到 往台下看好像音樂有看到 卡池諾好像在那邊都有招手 沒有沒有 這不是重點 你剛剛會你拗 重點是 TOMIDO每次壓你 他都不防的 他就是不覺得你會一直拗 他不管 他就是要壓你 你是重欸 你打FUDO的時候也是配很多 你有時候就算不拗 他也是暗 反正他就是不管你 他就是要壓你 我這種問題好奇怪喔 到底是你心臟大哥 對啊就好啊 你也沒有每次拗 怎麼可能每次拗 但我意思說 他還是會一直持續壓 他也沒有在持康幹嘛 然後沒有在打你 太神奇了 不過還是要特別提一下 因為進到8強之後 是被FUDO打到敗部 所以今年面對到FUDO的戰績 有贏過嗎 香港輸勝敗入數一次 因為香港那個時期沒有很久 那時候想說 暫時沒有很好的想法可以打贏他 所以就想了一個 短盤戰術就是 我要弄他 你要拗他 所以我一開始第一場的時候 我真的是隨便打 不要說隨便打 我就是拼到底 想拗就拗 然後想衝就衝 第一場拼到底 然後第一場就贏 贏了以後想好那可以了 用氣是壓過去 第二場就停一下 就第二場停的時候 其實打到各一個燈的時候 那時候我斜也領先 然後就換他拗我 他那一個真的是 我直接這樣講 我就是輸FUDO 就是輸那個SUPER 那SUPER完了以後 就有點回到好像 香港那個時候的狀況了 就是 心態問題 我的那個 策略都沒了 我那時候如果 那個燈有拿下2比0 我覺得應該可以 所以打Mika這個對決 還是主要著重在心理戰這個層面嗎 不是 我跟你講FUDO 沒有 因為Mika麻煩是 他有集氣中腳 然後他可以跳 為什麼他可以跳 因為他有那個Dai Ki 對啊可以變換軌道 其實一般的Mika做這些事 我其實沒有很怕 那都有得應對嘛 那FUDO很厲害的是 我有時候 等他跳的時候 他媽的他就集氣中腳 我等他集氣中腳的時候 他就跳過來 為什麼有這種事 就是他會出乎意料你 有點出乎意料這種感覺 每次嗎 真的 那你覺得他會不會是用 看某些事情來做決定 我就是 我這樣講 我就覺得他 不是他做 他集氣中腳你會發現 他也是會用 而且他不是打 他其實打每個人都會 對啊 大家都是沒反應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到底他是 有後來因為還有一個人 今年一直輸他 就是賢嘛 其實後來就問我說 你現在跟他打有沒有覺得很怪 就不知道怎麼打 就是打不了 我說對 就連賢都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每次看FUDO打也是 他集氣中一個 因為正常的Mika集氣中 我自己覺得那個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他 他要用很厲害 那個點得掉 你跟我講中文 我他媽也知道那個點得掉 你知道我們這個Endo 常常常來的人是不是 他過來就點他就點掉了 可是 可是你就是 你要小心他那個 就是有時候他有時候 直接跳過來 因為我覺得Mika跳也很快 我覺得Mika跳也是作弊 跳中拳很強 對他那個 他那個也很像 猴子在跳那種 又痛又快 一個是跳中拳 一個是他有呆氣 因為我覺得不可能FUDO 是用看的 用拆的 我覺得他一定是 看某些事情 應該這樣 他有一些觀察 然後才做 我意思是說 一定看某個東西 他不會一開始就在跟你拼這個 以他的那種打法 我們在 而且Mika打還有一個很麻煩 他媽他 對空100% 然後他也不是 完全不能跳 真的也是很麻煩 他為什麼對空 空對 大哥 那個跟你那個差不多 那個判定本身強就算了 他幾乎 只是100% 那感覺很慢 超強的好不好 那個智障都會按了 因為那個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 當然就是像 對空就是持續長 所以就是你不用說 按特別準 他持續時間長 重點是他那個跟 範圍很大 他那個跟Berdy很像 就是你有時候 欸好像到後面了 被頂回來 對啊 我就很奇怪 他們都這樣 他明明是往前 啊為什麼那裡也可以頂人 他馬尾有那個攻擊判定 有一次改版有加強那裡 有一次改版有加強 Berdy為什麼沒加強 Berdy還加強 Berdy還加強 我不是加強 我說為什麼不削弱 Berdy很奇怪 Berdy在加強他可能 按下中拳的時候 會有一個氣功往上射 Berdy他這樣會很不掉 Berdy有削弱 Berdy有一個氣功往上射 Berdy是加強就對了 不是削弱 Berdy Berdy Berdy也可以頂到後面 Berdy好像是3點0改的 Berdy第二季沒有 Berdy那個時候就是那一刀 砍太重了 然後再補一些東西給他回來 那種感覺啦 補你個屁股蛋啊 那我們再回頭來問一下魔王 所以這個進到八強 已經知道第一個對手是NL 那個時候有沒有 因為雖然說是短短的 不到一天的時間 但是有什麼做準備的東西 打CAMI 就看NL打MANA的影片 因為NL其實今年CPT 打過好多MANA 每個都會贏 每個贏根就看過 勝率很高 NL幾乎都贏對不對 對幾乎都贏 他成功沒輸過 我記得只有Double打贏過 可是如果一次那個內容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幹嘛 也是無無這樣子 沒有吧 NL有輸砂口啊 砂口就一次啊 就一次 然後那個內容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要看什麼 就很像你沒什麼東西 就是 他爆V把他打死了 所以會不會砂口太強 如果講成了NL 真的很會打沒難 我記得好像也是被那個 砂口的氣功丟死的 就爆V的時候打死了 就是 就是他有贏的時候 就是爆V打死 就爆V打死啊 然後 然後沒贏的話 砂口就死很快 所以有時候 B都沒爆到就死了 對 我看到內容也是這樣啊 他就是那顆球出來了 然後六顆一直玩 那NL攻過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蠻嚇人的 那壓力很大吧 對啊 因為這個 這個最後是輸給這個內容 拿下第七名比較可惜 所以 接下來的計劃呢 我忘了 可能會去新加坡比吧 喔喔喔喔 就SEA 新加坡是亞洲決賽 所以 當然前一天也會有所謂這個 亞洲預賽的部分 那 一個白金賽啊 對也是 因為可以拿白金積分 就跟之前進行完這個 歐洲的這個 地區決賽一樣 那 石油王呢 因為 幾乎是連續六個禮拜的徵戰 都在飛來飛去 對 休息休息休息 沒有啦 我就下個月打啊 新加坡嘛 然後11月去法國那個 瑞布Kumite 這邊邀請賽 這邊還是要特別恭喜石油王 這個 紅牛這一次這個 Kumite 就是每年會辦的這個 紅牛鐵龍邀請賽 每一年都有 台灣玩家一位會被收邀 那第一次是邀請 沒有 沒有一定有啦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我知道是剛好 對你只不要講台灣 他們每年一定要找一個台灣人 你寫公下 你在講中文 依照網立 依照網立 這個 我們RB也被咬過 就好像是 16年嘛 17年是RB 那主要也是拖他們兩個的撲 身為一個參加過的選手 可以給你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記得要拜拜洗手 因為抽籤嘛 對手抽籤嘛 先洗手 有什麼話張 欸那個抽籤很好玩啊 那個抽籤真的很好玩 那抽籤真的很好玩 我想到我第一場抽起來就是 Gong Fight Gong Fight 對喔 Gong Fight有在名單裡面嘛 有Gong Fight 好開心喔 他今年有 他有一些沒公佈完 可是他目前有邀了選手 的角色沒重複了 而且主要是Rap Coop 其實是法國主辦幫 法國的Rap辦 Gong Fight是法國人 地主選手 有Gong Fight 也有Pungo 也有那個 FChat 對 還有FChat 名單在這個官網上面看到 然後還會有 一兩個名額沒出來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 地區預選吧 我記得有地區預選 沒有他 OK 他今年所謂辦的地區預選是 你贏了 他送 OK 他會有14個邀請的 決賽是16個人打 對 然後會有兩個名額 前一天會有一個比賽 贏的前兩個可以打 最後的16 那現在地區預選是 你如果贏了 他是給你集票住宿去打 預選 OK 那可以理解 沒有台灣戰不知道為什麼 有香港戰 沒台灣戰 對有香港戰 香港正在打 那個我看Sysak跟那個 熱狗都有參加 像是今天還是明天打 明天打8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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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打預賽 所以這是 Rap Coop Coop的部分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邊問題稍微省略一下 接下來 那魔王當然這個持續參賽 那 不過目前的分數來講 應該是要拚Final是比較困難的 就只有冠軍 其他都沒有 這是冠軍才可能 要拚冠軍 有點 其實有點妙吧 對啊 不過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趁這個時候 雖然說是賽季尾聲 但是累積一點這個經驗 那反正現在KWF賽事 也是要稍微等一下才會有 嗯 而且我聽說 十四現在的META有點糟糕 是不是 現在的這個版本 就是 好像就是固定那幾個 就四隻 就四隻 就四隻角色 四隻角色對吧 沒有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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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被改掉 但是其他四隻太強了 還有那個 一踢到完的時候不強啊 後來還是被改強是不是 他就是 被改成現在是最強 順銀喔 對 不是中東你嗎 中東 中東也算強 可是中東很難打順銀 所以你很少會看到有中東 都是順銀 因為 順銀本來就強 然後順銀還可以吃中東 對 所以你很少會看到有中東 喔 然後後面就是巴神跟將軍 巴神都沒落過是不是 巴神沒落過 親兒子啊 跟千蜜一樣 胡一刀欸真的會 好 不過在這邊題外話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今天沒有準備 但是不過我們 有看到那個日本幫他 有準備那個八強的影片嗎 我想特別問一下就是 他們在決定那個影片上面 那些綽號的時候 有先問過你們嗎 沒有 他們就直接上這樣子 沒差 他不要寫一個罪憤就好啦 他不要寫 他不要寫 欸 是我的臉出現了 最凹 他寫個凹鬼 他寫個凹鬼 對啊 其實 因為其實 基本上他們都是會取 就是好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差 很好聽 對啊 他們都算是取得 取得很中 那個影片為什麼沒有準備 那影片蠻好看的欸 我們來得及拉嘛 我們Rain應該手腳蠻快的 來得及拉那個八強 不過他八強好像沒有放到YouTuber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你現在是 就改了啦 就不會是暴風 而且會變最凹 那時候才好玩 那時候 因為通常 我本來就是跟基隆東偶爾會 會聊一下甜蠻的朋友 他說欸 你這樣奧成這樣 你剛決賽的時候 要奧還是不要奧啊 我說靠我哪知道啦 啊我 為什麼 我怎麼抓要奧啊 他前半年 他前半年打吧 或是平常他在打的時候 之前的白星星他也不會這麼奧 他這一次超級奧的 跟你說我在台下看到卡石頭 對我招手沒 哇他這一次在打的時候 哇 幹那台灣卡石頭口 看到就是奧也不管了 他說哇 他這樣子比 重點四多奧到啊 你錯了我跟你講 他如果現在是卡貝32強 他那樣奧 哇靠我跟你講 陰身面超大的 因為現在TGS嘛 對那些TOKIDO來說沒什麼 那如果現在打那個 就已經32強了 就是最後面年底了 他奧中一次 你看TOKIDO會不會發抖 我不信 就不想一通一通 不會緊張 我覺得你沒奧中一次 你後面也不用玩了啦 這已經定中 他媽的 因為平常他打就沒有這麼奧了 我跟你講如果是TOKIDO的話 我真的覺得他不會緊張 因為 我看過他很多的比賽嘛 加上我自己跟他打嘛 他就是那種 不會 慌的人 他真的很問 因為他錢已經夠多了 我跟你講這也跟錢 有沒有夠多有關係 糟了 你就這樣這樣 他去澳門 我跟你講我跟他 跟他我們去澳門賭 我下注我都沒緊張 他們兩個超抖的 我都不知道抖什麼 誰下注緊張 我沒有啊 所以結論就是你錢比較多嘛 多那麼一點點 一燒啦 那個 反正我要說的是 他真的很 而且你看嘛 今年 只要是前特別多比賽 他都有贏 除了EVOEVO第二以外 還有E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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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HEAR 他也贏 日本這次加碼嘛 他也贏 他 日本這次是7000每加 一千萬 500萬 沒有啦 就500萬 總HOTO 反正就是 你看像比如說 WANG1定 我們RB定也懂 比賽的人都懂 你有時候 真的會忽然可能被打亂 或自己失誤亂一下 可是我們可能會很快回來 就是還是會有那個過程 亂回來的過程 同一投資看他從頭到尾都不會亂了 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他很有自信 然後Foodle是通常亂了 就一路下去 就會變成這次0比0 而且只有Grand Final會發生 Grand Final前他也是穩到一個不行 每次Grand Final就是會發生這種事 就很奇怪 雖然說他今年好不容易拿到一個冠軍 可是這次又上演這個 管說香港那一次 香港那一次其實 真的是蠻Foodle感到開心 因為這樣怎麼講 那時候其實他是打NL嘛 我原本覺得一定是NL贏 你知道因為NL以前跟Foodle打 都是他贏 都是NL贏 我那時候 好像他們 因為Foodle是敗部嘛 好像打2比2的時候 我已經快要衝 我已經準備要衝上去跟NL慶祝了 我就那麼reset 欸怎麼這樣 我在台語言就是衝不上去 然後後來Foodle贏 Foodle贏我就跟NL在旁邊當門神嘛 因為頒獎不是前三在當門神嗎 然後我們來當門神 你就看照片 我跟NL臉超臭的 我跟NL2、3名站在第一名旁邊嘛 然後我們臉超級臭 那Foodle應該很開心 我就看他拿冠軍來 這是他五代第一個白金冠軍 但是前三很永遠 不是說永遠啦 很常看得到他 對啊 就是這個 不管是總冠軍賽還是前三 Foodle就是常客啦 不過 Foodle這次比較值得提的就是他好像這次參賽日本 這次比賽的時候他的家人全部都倒 在幫他加油 好像什麼姊姊媽媽 什麼表弟表哥人 對就那個推特上面有PO那個照片說媽媽跟兒子長超像的 可以贏母母子噴出來 所以 你媽跟你比較像還是你爸跟著的 你有沒有去試試看他媽反應是不是也很快嗎 沒有啦 隨便拿個節奏遊戲給他媽講 他媽不快他爸很快啊 那個玉賽現場的一頭拉股根本就看不到誰了吧 他媽反應比副都還快 我們那個第一天 因為第一天就是台灣的大家都在嘛 第一天大家偶爾可以碰在一起講話都滿難的 大家都各自在打啊幹嘛幹嘛的 各自的破喔嘛對不對 會場是不是跟鬥魂比起來還比較小一點 玉賽其實很小 小一點 沒有小一點小蠻多 那我蠻多喔 那我蠻多喔你整個欸整個會場欸 沒有小蠻多 鬥魂誰辦的 沒有這錢啦 鬥魂要錢啦 那你不用錢啊 是不應該要錢囉 真的小蠻多了 真的小蠻多 因為我們看每一次鏡頭拉遠距離一照 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 不過雖然他一個鋪 他其實一個鋪只有一台機子 但是他全部還是昂泰 但是他為了要昂泰 所以要犧牲的就是 其實他不是所有很多精彩的對決都能上直播 很多人都這樣直接在下面輸掉 因為像我是近八那一場一定要上直播 就我跟魔王那場 我在一場之前只有打POWWEI那場有直播 有直播 其實原本他是 那個就是TOPKA那娘喜掌 他有跟我說我打KACHIMU那場他想要上 可是他就說欸 那個台灣那個DJ Lee他要打贏FUJUMU啦 我想要讓他跟BON獎上 所以就是你把我的直播搶走了 沒有啦 沒關係啦 我沒差啦 我上過很多次了 不過必須還是覺得魔王這邊很厲害 因為只要上直播 還有這個最後進八強的時候 不管是英文的直播還是日文的直播 都對你戰欲有加 他們就覺得說你可能是台灣SAKO的這種感覺 出道戰 對對對他們就很驚豔 因為他們可能 不算出道戰 因為有些人應該還是知道他是KLF的冠軍 大部分都還是知道 只是他們不知道你快打還怎麼 就是有這樣子的強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你來講 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信心可以面對接下來的比賽 希望你再加油好不好 這個我們在節目結尾的時候呢 我們導播還是很厲害 幫我們找來八強的影片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很快 一天就出來了 我猜他有些東西是弄好的 只是 家天晚上就用照片 還有想名稱而已 我覺得他就用本事件就做好了 就是 什麼意思啊 他就沒有選G好不好 他沒什麼啊 皇帝 美國皇帝 炮炮 為什麼他會叫福帝 他就是這種啊 最兇 他滿兇的就是 打法這套兇的 最兇啊 最兇 歐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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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 下次就改了 不會是爆風就是歐鬼了 歐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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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他們輸的東西 他就說 理論中就敵不過熱情 歐鬼 歐鬼 他以前覺得理論會 勇士好像 現在好像最爛的勇士 你是一個勇士 鬥神 這個才好笑 因為那個是漢字嘛 然後那時候影片 我有給我公司 我們公司有一個群組 跟UI有一個群組 測試 最歸最歸 哈哈哈哈 他跟劉他知道 鬥神是什麼啊 不知道 沒有韓 其實那個 韓文也有漢字你知道嗎 跟中文 韓文也有漢字 韓文也有漢字 沒看過 韓文不就是 我問你他的人名是不是漢字 對啦 你在那邊寫公審 金什麼的啊 金 金 韓文的漢字 其實有些也是 跟日文一樣 有些漢字 跟中文的意思差不多 所以 恩偉柔應該是知道 然後我那時候傳給我老闆 我老闆他就是外國人嘛 看不懂漢字 他說恩偉柔那是什麼意思 我說就是 KING OF FIGHTER KING OF WAR KING OF WAR GOT OF WAR GOT OF WAR 戰神 戰爭之神 不錯不錯 他說這個不錯 然後他說你的那個是什麼 我說我那個就是STONE 就是暴風 就是暴風 還不錯 所以這一次 恩 日本白金賽算是這個 圓滿落幕了 所以 這一次的賽事規模包含這個 因為是這個 日本電競協會 JESU所承辦的 所以 Trashbox也成為這個 第一個靠 白金賽拿到這個 職業證照的這個玩家 他在這個比賽開始之前 有特別有一個 就是秀一下這個 只是日本的才有啦 對 那個就是等於台灣的街頭藝人證照嘛 好慘啊 好慘啊 怎麼也沒有那麼LOW 也沒有那麼LOW 好不好 Trashbox你知道他一直都是 那個Ranking 就是天梯嘛 一直是第一名 但他其實今年參加很多比賽 一直沒有很好的成績 對啊 他其實現下賽都有在 終於在日本這一次 就是 進了八搶其實 也算是怎麼講 也算是一個苦進甘來 對苦進甘來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那個Ranking分數怎麼再高 要去比賽 每個人都很 一下就GG啦 打不贏那些真的職業選手 但是他這次 進了八搶 拜託他那個賬號搞不好很多人在練我跟你講 我說真的 他現在五十七萬分 我們在場全部人在場有沒有五十七萬分 沒有 那有十三萬 十三萬 八萬很久 八萬塊多 這也八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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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三十萬 我們兩個兩萬多 三十五萬 不夠 這整棟麥卡貝都不會有我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麥卡貝整棟上 哈哈哈哈 這麼多人打到西亞一個打不贏 樓下警衛也有贏五千好不好 哈哈哈哈 沒有而且 因為Trash Boss他算是年輕的選手 他也是有一個組是什麼OR 我忘記了 有啦就是他們自己一個 一個年輕人有一個組 一個團體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 進八搶的那一場是打球球 就是那個 大陸的球球 對 旁邊就是那些人在幫他加油 對 包含這個 你一定也有聽到 因為同事大 因為他們比較早贏 他贏的那時候他們叫得很大聲 就在我對面而已 那時候應該沒有想太多 就打你的嘛 對 聽到喔叫一下這樣 對 那個時候應該很專心的在對付工獎 所以應該還好 不過 這是年輕人的力量 因為我是看到這個 阿盧的弟子大和也在幫這個Trash Box加的 他們都屬於年輕一代的 所以 這個 這一次的日本白金真的是很多很多可以聊的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接下來還是要來 廣告休息一下 在那之前還是要 對 阿我什麼時候可以玩那個 下一趴 喔啦啦 你是期待了很久是不是 我很強 很強是不是 每個人都說自己找 你跟張家拉一隊我要跟阿B一隊 哈哈 我這個超強的 直接分了 不過再見 你有沒有玩過 你有沒有玩過 我大概跟你講 拿弓的很厲害 你千萬不要選黃中 拿弓的很厲害 你看到白世界的黃中 你選外野 你把魏緣選掉 魏緣超強的 那個魔王這邊的粉絲牌 我跟你講 紅中間的被他選 看一下 為什麼不看我的要看他的 幫他宣傳一下這個阿 parking阿 到底parking什麼意思阿 我記得好像代義吧 parking 我記得是 AutoBuy的那個什麼 也是覺得比較好 就是好記 好記 因為我真的有去查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parking是什麼意思 我記得好像是 你去哪裡查 你告訴我 Google阿 圍基 這圍基百科 圍基不會有啦 Google查一下 但是有點忘記是什麼意思 真的是一個單字嗎 是一個詞 我以為是把它拆開 就是park 你說park跟king是不是 沒有啊 它是一個單詞 大家那個Google可以查一下 不過直播應該比較少開了吧 因為現在好像沒有跟中國那邊有平台簽約了 對我現在比較少開 所以比較少開直播 偶爾會看到你FB開直播 然後是看到你 他們 他們自己要開的 他們開就換 對啊就會用 OKOK 我想問一個比較震驚的 可是我真的蠻想知道 因為你是唯一在場裡面 兩個遊戲都有策略 我想問你 KOF跟那個快打5 到底對你來說 最大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最大的差異 對啊 我沒有玩過KOF14阿 KOF 角色 可以就是 有三隻 可以那個對策別人的角色吧 角色向心 快打就是角色決定一切啦 快打角你真的 你選個老三 所以快打有些都會選副角 就是 因為他只有 玩一隻角色就會打 某些特別難打就會差很多阿 我瞭解 我只想知道你對 兩個遊戲那個 感覺 你想要 我知道你想要聽到答案 我以為你會玩給我 只是我14真的沒碰 我只是有聽他們講而已 就是聽他們講 14很不平衡幹嘛的 我真的覺得 14這樣不平衡 沒有快打不平衡好不好 我打個lash 因為我沒玩 所以我不敢評論這個 你他媽沒玩就直接直接評論 我打一個NASH都不知道怎麼打 他就一直氣功氣功腳刀腳刀 氣功氣功腳刀腳刀 然後一跳過去就對空 然後就是氣功氣功腳刀腳刀 我想說這到底怎麼打 我就是因為沒玩14 所以我才沒下這個旺斷 覺得說 沒有啦 如果洛西要做平衡我認真講 真的蠻難的 重點是那NASH很菜就算了 他那個聚雜就算了 那NASH會玩啊 他每次腳刀都尖當我啊 然後我要回他嘛對不對 他就當那個青甲破 那個腳刀我就一直倒地 他就一直在氣功氣功腳刀腳刀 我們玩 對不對 你走路死你了 沒關係 這次你有輸過NASH 張家翔這段發言 我知道你真的喜歡玩這個遊戲 沒有 因為通常要玩得夠深才會這麼生氣 不是 你知道我什麼 玩得不夠深不會那麼生氣 我這跟金龍東打 然後他說 欸 我好久沒玩NASH 我跟NASH跟你打一看好了 我說好啊 然後不然NASH5比0啊 他大概一年沒玩了吧 不然NASH5比0啊 記仇 不是 那你就去自己去想 要怎麼打NASH嗎 講那麼多幹嘛 沒得打 比凱爾還難打 沒得打啊 我打打給你看好不好 加油啦 你為什麼 你叫RB教你不行喔 現在 Tommy也可以教你啊 我用NASH快點 等一下廣告時間去試一下 好不好 這個時間有限啦 可以讓我重溫一下NASH的快樂嗎 可以讓我重溫一下NASH的快樂嗎 可以讓我們繼續打吞死嗎 還是他要先走 魔王要先走了 好不好 要先走為什麼 搭車 他要搭車啦 他要搭車啦 今天謝謝魔王來啦 希望大家之後 不管是快打 還是可以有個比賽 也要多多支持我們身價勝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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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謝謝 曾家正來我們節目 謝謝 希望以後有機會多來 好不好 歡迎跟大家聊 今天人太多了 沒辦法讓你好好講 我們接下來廣告休息10分鐘之後回來 這個大家期待很久的遊戲 15分鐘 15分鐘是不是 OKOK 好那我們休息15分鐘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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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